爱跑不整理 已经听过日本最有特色的长跑比赛 相跟逆传 去城107.5公里 反城109公里 会有21支队伍参赛 每队会派出10名队员 因此每个选手都会跑大概21公里 简单来说就是10人的半马接力赛 在21支队伍里 其中10支是上一年排名前10的总支队伍 而剩下的10个名额 就是通过预选赛来决定 看过动画强风吹拂的人都应该记得 想要参加预选赛的话 也要5公里至少16分30秒的成绩 不过现在也不看5公里了 要看万米成绩 要求是34分钟每完赛 换成倍数也就是每公里不慢于3分24秒 那么我今天的挑战就是 10公里34分钟 哎哎哎小果子 跑不之前不先订量自己 10公里BP多少呀 38分钟 好吧挑战失败 别别别 先别观视频 当然我是一名有自知之明的跑者 10公里34分钟已经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 也不是一个短期能实现的目标 所以不妨把这挑战放到我的间歇训练里 也就是说我会保10公里的间歇训练 如果最后把每公里间歇训练的时间加起来少于34分钟 那么就算我挑战成功 我现在练的间歇训练配速还在330 所以这次的强度会很大 因此休息时间也会保留在4分钟 但跑完5公里之后会有一个6分钟休息和补给的时间 好 现在我们出发 现在是跑完第二圈 我感觉这个挑战最难的是不是跑得快 而是要我休息了4分钟以内 不停的摆各种的机位 这个柴子对我最大的挑战 刚跑完第三圈 还有两圈就可以中场休息6分钟 准备第五圈 终想休息6分钟 现在只从前半段看的挑战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好像只有几个比3分24秒慢 但是关键是后5公里 这后5公里才是最难熬的地方 加油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刚才第6圈一开始跑的时候 感觉特别难受 可能是干喝完运动饮料的关系 然后肚子里特别的胀 所以我打算再休息2分钟 然后再继续跑 现在肺腹过来了 开始下半段的5公里挑战 现在准备跑第7圈 跑完第7圈了 非常的累 然后现在腹部有点抽着抽的感觉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哭泣节奏 不要让肌跑温 不要喘得太过 还剩2圈 好 还剩最后一圈 好 还剩最后一圈 挑战完成 好累啊 又没力又没气 但是别忘了 3公里的亏铺吧 同样很重要 好累啊 晚安 走吧 好累啊 可以啊 可惡 正被迟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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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因为快到圣诞节了嘛 然后下周可能操场就要关闭了 所以这可能是我今年最后一次在操场跑的间歇跑 间歇也会以长迅酷的配速跑来代替 看到这里如果还没关注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波 一键三连 让你跑得更快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